同学好 我是燕秋老师 今天为各位来介绍一下电子书阅读器 最近我发现开始如火如荼的展开 就是这一块的市场 很多家厂商其实都做了还蛮棒的一个电子阅读器 供我们来选择 之前就蛮多同学在问 我自己也很喜欢电子书阅读器 所以我想要来做一段影片 就大概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电子书阅读器 以及如果你真的有需要选购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选购的指南 老师自己手上啊有一大堆 一大堆电子书阅读器 你看一下 这边通通都是 对 然后我大概有六台 真的是非常败家 好 来 我有六台 那首先老师先介绍一下 这个叫做电子书阅读器 其实它不是平板 它跟平板不一样 好 那它跟平板其实是两条不同的产品线 当然平板可以阅读电子书 只是说你要想 阅读电子书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专注 光看的一种行为 所以呢 如果你是盯着平板 你会发现那个蓝光会让你眼睛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亮度的关系 那在阅读上面的话呢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阅读也长期的在阅读 好 家里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放这么多书 你也慢慢的想要了解什么是电子书 我想你可以开始来慢慢了解一下电子书阅读器 好 那电子书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 这是e-ink 就是电子墨水的一个技术 好 那这个电子墨水的技术呢 它的功能就是很单纯 就是看书而已 所以呢 你不要把它拿来跟平板来做比较 它不太适合 例如说我还可以上网 然后还可以回复讯息等等之类 它就是一个单一性的一个产品线 所以呢 我觉得它不太能够拿来跟平板比 因为这是两条线 好 那这样的一个电子书的阅读器呢 目前有非常多家在做 好 那它目前都是因为技术的关系 所以它们都是黑白的 目前有几家在做彩色 但我还没有看到就是实体啦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再等等 有些人会做一些彩色让各位来使用 好 那首先呢 这样的阅读器呢 第一个它一定是黑白的 大部分其实都是黑白的 因为我们都是观看内容嘛 就是文字的部分或是一些图 好 再来第二个 它的速度啊 是慢慢的 它不会说我点了之后 非常非常的快的呈现 它其实就慢慢的滑动 所以呢 它在呈现上面 可能会跟平板不太一样 是它是延迟速度是慢的 它比较慢啊 比较慢啊 好 然后再来的话 因为它没有这么强烈的光 所以它是比较不伤眼的 我真的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阅读器 看完一本小说 那大概在两三个小时内 可是我用平板 我没有办法看完 我会觉得哇 我的眼睛 会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酸涩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产品 请不要再跟平板比较 因为真的不太一样的产品线 那它也不是让你上网用的 不太一样哦 好 那如果你对于这个电子书有兴趣的话呢 首先它可以让你去 它自己对应的书库买书 或者是你自己手上啊 如果有一些PDF档案 你也可以自己会进来 透过一些方法会进来后 透过这样的一个载具来看书 所以它原则上就是一个阅读器 那如果你有兴趣 那也想来试看看 就是到底怎么去选购哦 好 首先目前是这样分类的哦 第一个选购的考量 第一个你考虑的是尺寸 大部分同学问我都是尺寸 那尺寸是我们想的时候最久最久的 呃尺寸的话我是建议同学 你要搭配你的内容来去做评估 例如说我如果常常需要看的是文字书 文字书的话其实这种六寸就非常棒的 六寸的这几款都是六寸 对它小小的这样六寸 那这种细带出去的话就很方便 我的包包一塞我就可以带出去哦 就是六寸是一开始大家最入手的时候 最最常用的那它放文字类型的书籍非常的方便 文字类型就是e-pop e-pop的格式它就很棒 所以它就可以让你直接有文字流排功能 然后你要放大字缩小字非常的方便 软体都可以直接做到 所以呢这是一般入门的时候最常用的文字书 可是这样的一个书籍呢 就是如果你拿来看pdf档 它就非常的不适合 所以pdf档就要找比较大的设备 看的时候会比较清楚 因为它在放大缩小上不方便 所以你就要评估哦 你要带出去的还是要在家里看的 你会看的是文字内容呢 还是pdf档 好 我第一台买的是它啦 Kindle Kindle Kindle是我好多年前第一本入手的 那我是请朋友从日本带回来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买 就是要从海外才能够买回来 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用 发现哇怎么那么好用 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你看真的是超久的 那只是说因为它的内容啊 书库的关系啦 所以后来台湾又出了一些后我就换掉 然后这是我的第二本 就是Mu Ink 读墨的 好读墨这一家的 来这个 Mu Ink 那这一款的话 我喜欢它是因为书库啦 我的书大部分都是买 这个读墨的就是Mu Ink他们家的书 就是读墨的书啦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以它为主 然后再来的话是想说 诶 换换看看不同的感觉 那这本是日本乐天的 我好爱它的质感 对这样 对 好就是它那种 它的皮套真的做得很好 超有质感的 超有质感 所以我很喜欢它 好 所以我有这三款 我现在目前是这三款 六寸的 如果出去的时候我会自己评估 我要看哪些书 然后呢 我买了哪些书在哪个载具 我就带谁出去 好来 那这些都是看文字书 我全部都拿来看文字 我不会拿来看电脑书籍 我也不会拿来看就是论文 因为它太小了 好 第二款的话就是这个 比较中间的啦 就是7.8吧 还是78 我忘了 也是Mu Ink的 它是Plus那一个版本 然后这个这一本啊 是我定位在家里 在床上看 本来我一开始买的时候 想说在床上睡前看书 对 就不用拿那个小 可以拿大一点 看比较多 那躺在床上有时候懒得翻页 所以它可以这样 比较大的荧幕 后来小孩看到之后 我儿子就拿去看漫画 这个尺寸看漫画还行 还行哦 好 所以这是我中间的第二台 那后来就是给小孩子用 就是小朋友用的比较多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 呃 我本来啊 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我常常需要看 电脑类的书籍 那我都会买电脑书嘛 可是买电脑书后 它真的都很厚一本 那家里其实也没什么空间 后来我就去买了 那个裁刀跟扫描器 把它裁掉后扫描 变成PDF大 那有一阵子我是用 爱佩在看 可是我真的觉得 爱佩在看电脑书籍呀 它那个亮度会让我眼睛非常不好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后 发现哇 那个对眼睛上来讲 会那个酸涩感会越来越严重 那今天年初呢 我去逛展的时候 发现这个 Hiread Hiread我已经注意它很久了啦 因为它有跟图书馆搭配 所以在学校里面的图书馆 是可以用它来借书 那我也都是用iPad在看 但是我觉得 其实它这一个议题蛮好的 就是它有很多的APP 可以自己去下载 所以后来我就入手了这一台 然后它是大概10.3寸 也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看论文 还可以再大一点 我就觉得有点小 尤其有些电脑画面它的截图比较小 用它看我是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 差一点点啦 好来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我又入手了一台 非常大 来就是它13.3寸 看一下13.3寸 真的很大 可是我超爱的 这个当然不能带出去 我是定位不带出去 因为我带出去的话 我不太可能在外头看书的时候 还要看这种电脑书去 我觉得带外面 而又说在等车啦 或是坐捷运或坐高铁的时候 是放松的时间 所以我是拿来看小说为主啦 那这个我是定位在家里跟工作有关 我拿来看论文 或是我拿来看一些合约啦 或者是我拿来看一些电脑书籍 PDF格式的 PDF格式的 那这个拿来看PDF就非常棒 你看它的大小这么大一个 然后我就会自己 可以汇入我自己要的文件 那我汇入我自己要的文件之后呢 我就可以用它来看这些笔记等等的 那我觉得这一台就真的很棒 对 因为它的大小很棒 我可以给我看一下那个 他们自己公司内部的 就是教学的那个档案 你看一下 这么大一个 所以看起来超赞的 没有 这么大一个 对 所以我超喜欢的 那这个我拿来看书籍啊 论文什么我就很方便 好 所以呢 除了在选购考量上面的尺寸 你要再搭配着 你看的内容是什么 好 那第三个选购的考量 其实就是书库 你会在哪里买书 你的书取得的方法是什么 例如说我可能买的书是在线上买 那它有很多书库嘛 你可以去看你喜欢哪一家的平台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的书可能会自己汇入PDF档的 那它可能就比较不受限 所以呢 第三个部分你要看你在哪一个平台买书 以及这个平台折扣多不多 然后这个平台的书量是不是比较 是有适合你的书籍 我觉得这是第三个考量的重点 好 第四个部分就是特殊功能 例如说某些的那个阅读器 它可能会有灯光灯光的功能 就是它里面会有点那个蓝光或黄光 看你在比较暗的地方看起来 你会觉得比较清楚一点 好 那就看个人 那再来的话像笔记功能 像我们买我买的这一台 就是highread它是有笔的 它是有笔的 这样它有笔的 好 那另外像是moink13.3寸 它也有10.3寸的 它有他们家的笔 这两款是有笔的 就是这两款 那我想说拿来看论文的时候 就可以顺便做一些笔记等等 也是还蛮方便的 好 就是附加的工具 好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耐摔 像他们这种是有点玻璃的哦 好 所以要摔要小心一点点 然后这个是网路上是说 它是软式的面板 所以它是耐摔 然后我看到很多YouTuber开箱会直接摔 我是不敢摔啦 因为我觉得一台也是贵贵的 干嘛没事跟自己过不去 把机器摔掉 好 所以这个我就不摔给各位看咯 所以这是老师在选购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尺寸 你的习惯是什么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 就是你的内容 你常看的内容物是什么 第三个你去哪里买书 你去哪里取得书籍 第四个是它的附加功能 是不是有get到你 像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曾经问过我说 老师如果我想要买阅读器 那我应该要怎么采购 那我有问他说 你喜欢的是什么 就想要的是什么 他说他希望泡温泉的时候可以看书 那你那一台机器就一定要防水 知道吧 防水就会很重要 好 那以上的部分是老师自己呢 在选购电子阅读器 电子书阅读器的时候的一些心得 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讨论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在影片下头留言 那我们下一次呢 再教同学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些阅读器的APP 好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了 拜拜